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铃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一段时间之后,每天可能只能出个五单十单,广告怎么优化都没有用,很难有大的增长,即使设置了折扣,做了活动,也是无人问津,出单少得可怜,这三个问题其实都指向了一个点,站内流量不足,有些卖家可能会说了,亚马逊的会员不是一直在增长吗? 访客和成交量不是一直是上升状态呢?怎么会出现流量不足的情况?消费者的访问量在上涨,但是与此同时,卖家数量也在增长,截止到2018年中旬,亚马逊卖家已经超过600万,每年新增超过100万名卖家。 产品相似,甚至相同的可能性大大增长,消费者只是在亚马逊上购买产品,至于购买哪一家的,消费者并不在意,而流量不足,肯定是三多周少的情况,导致的,亚马逊会把流量分配给表现更好的listing, 因为亚马逊的流量也是从谷歌,YouTube,Facebook等渠道购买来的,有成本在,当然是分配给能拿到更多用金的产品,而能够产生更多用金的产品,一般都分布在首页, 因为28分布的定律,在任何平台都可以说是适用的,就是80%的流量都在第一页,而剩余的20%都在后面的页数。 卖家仔细去琢磨一下,亚马逊的A9算法,就会发现姐夫,可以说是深谙这个规律,而首页的前三个产品一般,网罗最大的流量,而对于流量不足的卖家而言,一般只有两种方法,一种是挤上首页,抢占流量,而另一种,就是使用别的渠道,精准指向自己的listing, 从而达到,即使不在首页,也能网罗流量,并且持续增长排名,达到抢占首页的目的,而这所谓的别的渠道,就是站外渠道,效果表现,较为明显的,就是deal站。 Deal站一般,以折扣促销的优惠形式,网罗平台的粉丝,通过低价促销引导消费者,领取折扣码跳转到,亚马逊完成交易,消费者收获,低价折扣产品,卖家收获出单,并且可以通过后续,跟进获得买家的review和feedback。 重点就在于,平台的粉丝量,和活跃度,日均浏览量,还有平台的要求,而这些,卖家在VIPON平台统统不需要担忧。 平台买家数,VIPON达到200万全球买家,并且不同于别的deal站针对各种平台,VIPON绝大部分针对的,是亚马逊平台的买家,支持亚马逊九大站点。 平台的要求上,VIPON比起那些动不动,就需要上千feedback和数百review的deal站,对于卖家产品的需求,可以说是非常低,原则上只需要产品折扣,在50%off以上即可。 新品也是可以上的哦,当然VIPON平台也遵循着二八定律,80%的流量,集中在首页的专区。 具体表现,就是banner广告图,和首页featured deals专区啦,80%的网站流量,都集中在这里,效果当然杠杠得啦。 而首页的featured deals专区更是不用多讲,因为复购的卖家本来就很多,很多大卖家都在使用我们FD,随便给大家发几个效果截图。